在这个天地宇宙间的当中有一个道理 是人在吃苦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消炎上 他就是在转换你的业力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当你牙痛的时候你很难过 但是痛完了之后你就会珍惜自己的嘴巴 不要乱吃东西 珍惜自己的牙齿 当你身体在不好的时候 在医院里的时候你会发很心 我再也不要生病 我一定要当心身体 这就是在转换你的心心 因为吃苦可以把你不好的业力慢慢的消掉 举个简单例子 你做错一件事情了 当人家在责骂你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在消业障 人家今天骂完你了 他就不会生气 你就消掉这个业力 他今天不骂你 他一直记在心上 你就会吃他的阴苦 就是背后背 他会捅你一道 所以全愿让人家讲不出来 所以吃苦越多 消再消心 消的越多 苦尽甘来 业障少了 福分就多了 福分就自然就会来了 所以希望我们学活的人要懂得什么是业障 什么是业障 很简单 业障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报应的结果 你今天去作孽了 就是你去恨人家了 你去害人家了 你接下来就等着人家害你吧 这就是业障 很多人在弄人家的时候 他没有想过 哪一天人家会弄我 所以他心中觉得 哎呀 我舒服啊 我报仇了 要记住 报仇 这是永远报不完的 因为你对他不好 接下来他一定会对你不好 这就是渊渊相报 何时了 想想看 两亿战争打了几十年了 他们的孩子到现在 还在为他们祖辈在打仗 哪一天能结束 台长很小的时候 就看到阿拉伯克 那地方就在打仗 打到今天 台长都要这么大年纪 还在打 想一想啊 这个渊渊仇报 他是不会聊的 只有化解 学伯就是你化解 来解冤结 你才能了脱生死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的一生啊 最重的心囊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最重的心囊 就是我们永远背在身上的 那就是贪心了 一个人不停的贪 我到哪里都要讲一个 我们在哈拉利亚 发生个事情 你们都知道 你们不知道 接到过这个电话 没有 一个电话通知你说 你中六合彩了 你中了一百万 两百万 然后教你打点税 交点他们的 监禁费 有没有这种电话 然后我们有一个听众 他就是真的 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他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电话里告诉他 你不要告诉人家 你中了大奖了 你只要寄六千块 澳币到我们香港来 我们马上就把你的 一百万 汇到你的账户上去 他开心的不得了 他跑到电台里来预约 他说颅台长 你看看我最近 有没有财运 结果我给他一看图腾 我说你是倒霉 你肯定破财 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你想想看 六千块钱 一个电话就被人家骗走 这个毛病出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贪哪 对不对啊 一个人不贪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一个人一贪 什么事情都有 所以要懂得不能贪心啊 当年佛陀问弟子说 世间何为最珍贵啊 释迦牟尼佛问啊 弟子啊 在这个世界上啊 弟子你们知道吗 什么东西最珍贵啊 弟子就说了 已经失去 还何 没有得到的 那是最珍贵的 佛陀 无语 没有阳化 然后经过 数载之后 他们苍苍俱变 孩子 他们的弟子都非常非常成熟了 佛陀 再问他呢 世间何为最珍贵啊 弟子说了 世界上最珍贵的 莫过于 现在拥有 我们现在拥有的 那是最珍贵的东西 我们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们未来的 我们还没有得到 所以 现在拥有的是最珍贵 所以 希望我们拥有现在 忘记过去 展望未来 你的心 才会像大海般的 宽广 无边 所以 也许我们一生 一无所有 实际上 我们本来 来到这个人间 就是一无所有 我们没有带来任何东西 台长吧 很多人拼命的在赚钱 拼命的在 恋财 我把他们视为 他们在保留 他们的遗产 因为 他们钱赚的再多 他们用不完 他们 纯粹就是 留有遗产 想一想 用不完的 你拼命的 拿自己的生命 去赚来的钱 不就是被你 慢慢的 用生命 在消耗掉 所以 不要给自己 去留遗产 也不要给孩子 留遗产 因为 不留遗产 孩子知道 怎么样的奋斗 为自己来工作 学习 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 你留有太多的财产 等你一死 首先 你给孩子带来的 就是麻烦 因为他们 马上 兄弟姐妹 反目为仇 马上 就会打官司 对不对 所以 要懂得 要留得 台长 经常 跟大家 在电话里 打电话的时候 很多人叫我 看他的爸爸妈妈 有些人打进电话 台长 你看看 我妈妈怎么样 我说 你妈妈非常好 活着的时候 就是有很好的人 他现在在天上 开心的 是啊 路台长 我妈妈真的很好 他就知道帮助人家 有的人叫我看 你看看 我的爸爸怎么样 我说 你爸爸很自私 活的时候就为自己 现在在地府里面 他说 对啊 路台长 我爸爸真的太自私 脾气又不好 你想想看 死了还要给孩子讲 我们为什么不要留得 我们留钱有什么用 用了你的还要骂你 所以 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活在当下是最重要 我们今天好了 今天把握住一个今天 胜过两个明天 所以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最重要的是 今天要清新 要真心 真心是什么 真心就是在你的家里 后面有一座山 你经常去真心对家里的人 对社会上的人 你就是真心去爬这座山 所以他们就是你的靠山 清新是什么 把自己的心弄得安静一点 干净一点 他就是你家的后花园 你经常到后花园去玩了 你就拥有了你家里的后花园 你会拥有了众生对你的帮助 所以世界上学博的人和不学博的人 就是不一样 学博的人或者想学博的人 因为他心中已经开始有光明了 因为不学博的人 他还在寻找光明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支蜡烛只能点亮你自己 但是很快会烧完 当你把这支蜡烛点燃了所有的人 就算你这支蜡烛烧完了 其他的蜡烛照亮了你的前程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学博修行